同和军信奉着这盏红灯 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 逐渐忍去的极乐的未来 他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 不过那没关系 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 把胳膊伸得更远一点 终有一天 逆流而上的小舟 不停地倒退 回到了过去 当我躺在病床上 望着收集满满的天花板 才第一次认识到 这么多年来 自己一直在因何而哭喊 为何而流泪 有的事情 它不属于我们 或者说 它不属于这个时期的我们 所以我们得不到 就算得到了 也无法享受 它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 上个视频里 无论是弹幕还是评论 很多人怼我 反正我也无所谓 不过我确实要承认 自己措辞有些偏激 得罪得罪 今后会更加注意 其实吧 每一个人看一个作品 一个新闻 一个社会事件 很多时候对待他的态度 常常都反映了自己的内心 这个时代大家都很浮躁 而我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进而远之吧 说完全I don't care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难免行存接地 只能不断告诉自己 算了 一解万岁 从针锋相对 到云淡风轻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断地付出 锻炼 等什么时候 我抵达了那个高度 就什么时候再回归吧 时常脑海里会浮现一个 多罗王子的童话故事 看似想尽荣华富贵的王子 他也有着他的烦心事 而似乎一无所有的乞丐 也会有他的美梦 我时常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幸福 与快乐的总和 都是有限的 是细水长流 还是极乐狂欢 都不过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所以啊 现在也算想明白了 小点付出平淡度日 而谁拼命努力 换回文化富贵 那不是我想要的 这就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教父里有一句台词 也许我们并没有改变 我们只是越来越接近 那个最真实的自己 是啊 初中高中我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那个时候 老爸给我的选择只不过自己 懦弱 胆怯 保守 不敢去选择这样的人生 说到底还是没想明白 所以一直活得很累 为了走上学习好的道路 我失去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可最后 仍然没有逃离命运的收束 昨天给老妈通了电话 她说还好当年我成绩一直都不错 所以在求学路上过得还算顺利 我苦笑道 是啊 一切都是过去 她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 直到今天 我还是抱有遗憾的 上次说到大学我经常做梦 梦到富度 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不满现状 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 就算我今天真的进了那些好的学校 我还是会做这样的梦 真的是因为当年失去了很多很多 堆积成了足以称得上是绝望的遗憾 所以才会如此的令人难以忘怀 之前一直说要讲我们的回忆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讲这部作品 因为我一直都没法走出来 一直都没有办法面对当年的事实 如同杨洁导演心中的八六版西游记 它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2012年 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 打算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发出自己最深沉的呐喊 而我是最开始的几个骨干主吹之一 大纲定好了 局本开写了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 老爸让我做选择了 是放弃学业流入中砖 还是放弃游戏策划专心学业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它的存在 这使得放弃成为了我唯一的选择 后来看到制作主换人了 心里真的很不失滋味 最致命的是 他们用了我故事的核心 套了一套扎剧本的壳 真的是感觉失去了灵魂 最后看到这些名单上没有我 会议制作主所谓的精神去做 摇望比方又那么差劲 真的感觉非常非常心寒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时间一转到了高二 学校众多社团打算搞一个 微电影方面的大project 请我做剪辑 可还是因为学业 最终我剪辑的版本 暑假才剪出来 然而在之前 由于比赛日程 他们等不及 就自己内部剪了一个 临时版本交上去 正是那个版本 先是拿了省级最佳剪辑 而后直接是入国家级比赛 拿了全国青少年 微电影大赛最佳影片奖 是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 甚至连后悔 连幻想也没法解决 无论是哪个平行世界 都不会存在着 游戏某为署名 中同和的我们的合议 无论是哪条世界线 都不会有属于同和军的 全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 最佳影片奖 那个时候看到同学 朋友圈的一句话 只能感到老扑 我们所奢求的 不过是录的一个公败垂成 万年几回的下场 嗯 也许所有的这一切 对我而言是最好的写局 知足以 我们总是希望付出最少的 承受最少的苦难 而得到更多 享受更多 这是一个矛盾 一个悖论 但我们总是找借口 寻捷径 想尽一切办法 将他们变为现实 什么一夜暴富 一夜成名 哎呀 说句实在的 一个人光鲜亮丽的 美好年华也就那么几年 大富大贵 砸在某个人身上 倘若那个人无福消瘦 那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那些个玩快手 玩抖音 一年疯狂圈粉一百万多的 每期名曰金分细售 几十万几百万卖一个号的 后来怎么样了 买房买车 每天三针海味 每天不思进去 人就这样废了 甚至连拍短视频的心力都没有了 最可怕的是 他的预值已经上升到了很高 而假使他有一天没钱了 必须要回到那种 过去普通而简朴的生活 那种落差感 是真的比戒毒还要难受的 所以大家 其实不要羡慕这种人 他们的下场 往往都是很惨的 突然想起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伍德鲁夫 他说过 有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在为一个 无福消瘦的人生奋斗 我只想活着 我只希望活着有价值 在片尾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受苦泥群的他 终于洗上了牛背 那一瞬间 我突然明白了 上周跟木舟聊天 所谈及到的意义 最开始我们可能是为了 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去奋斗 而当有一天 眼前的所有的一切 忽然间褪去了颜色 当我们发现 无论怎样努力 都没法换回心中那个理想国了 我们又会做何选择呢 那就是把意义当成意义本身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哭得每一口新鲜的空气 迈出的每一步 都可以归于此类 沉入在剑帽换琼妹那期视频里面所说的 永远要相信美好的事物是存在的 无论现实是何等的不堪 我们总有一天能够抵达 虽然在这一路上我们努力了很多 失去了很多 甚至花上一辈子的时间都不够 但那又如何 每当我们进步一点 付出一点 我们就离那个目标又进了一步 这辈子不够 那就拖来上几个辈子 记住永远都不要放弃 告诉自己一定 终有一天 能够抵达 不应用力是同跑的处 如果不行就要走路 给了自己任务命家守护 社会体系瞎求生存 动得真根 但避免沉沦 腐败政客就像神棍 公开争论 但不许分寸 讲的这些代表什么身份 我只烦人常抱怨 很抱歉 没本事表达什么高级 只想在竞争中来地球表现 你的女生还有多少阻碍 碰得到和看得到的出外 每次打开电视 或许都觉得奇怪 那请问你 到底渴望的还有哪些期待 Hate this game then you might be safe If you're trying to get Maybe you ain't get nothing Hey hey Hate this game then you might be safe If you're trying to get Maybe you ain't get nothing Yeah hey hey Han 每台里固没破绘 无数计界 孤独着敬过 腾门的家属 没准摆歪 不买比苦老寻职 成为苦老苦老 到生下半台 孤独的人怪世界 世界怪奇魂 永远注定属于孤奥 Keep the eye open 商论 社会迷惑 我们选择了后 跟Jaro X6点3万落的路 3万落雨 六月凤雨 浪无冲数 动前 热性 继续发烂 开始发烂 幻华的阴影家 一样是用我 总挣扎会成 分架效忠 脱发死亡活性 最过上的意识 却又打劫寻求忽悲 The game ain't safe 亦竟然失礼之理 我并是最邪恶 我童话 现实游戏 转生才占领 收伤的错综 结尾 别无数 God don't hate a prayer God don't hate a prayer Hate this game then you might be safe Give your life together Maybe you hate a sensation Nya Hade this game then you might stop then you might be safe I've been trying to get Maybe you hate a nothing Yeah Hate this game then you might be safe If you try to get Maybe you ain't get nothing Yeah Hate this game then you might be safe 在失落的时候 在寂寞夜之后 在算命先生说 我服务消瘦了以后 事情就像困在圣洁的温流 明明之中命中注定 我在梦后无法出头 像上帝恳请 岁月静好都成了奢求 无爱无喜无情无意无爱无恨 无忍无悔无欲无欲无欲无求 打不住我直求的追求 一步两步三步 四步就算继续飞球 I don't hate the player I hate the game